年终榴莲季节已经开始 马来西亚业者指天气炎热 加上彭亨州的大量榴莲原土地被政府收回 导致今年的收成减少了大约三成 目前本地猫山王每公斤售价大约30元 预计价格会在7月后稍微的下跌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这家位于克洛市街上段的榴莲专卖店 一个多星期前开始售卖来自马国彭亨州的猫山王 业者指父亲节周末的订单增加50% 近年来不少食客追求高质量猫山王 价格居高也不乏需求 最关键的就是马来西亚最近都很多非法吧被收购 然后会减低榴莲来新加坡 大概会少三到四成吧 然后它榴莲价也肯定会上涨 这家在全岛有7个档口的榴莲商指出 虽然彭亨的收成减少 但运送到本地的榴莲数量还是足够 加上有柔佛和槟城等地的榴莲补市 本地偷客不怕没有榴莲吃 7月份就会达到收成高峰期 7月头到7月15号之间 那段时间应该是最便宜的 有可能久后的茂山王也可以卖到1公斤10块 还是更低的价钱 今年的季节到9月份 10月会稍微停顿 那么11月到12月还有另外一季 目前市场上的彭亨州猫山王 每公斤价格介于28元到38元之间 业者指其他品种的榴莲 如黑刺 金凤 太原 以及便宜的甘榜榴莲 也有不少人青睐 有业者说一些国人 对榴莲的要求越来越高 一些摊位引入较少见的品种 比如飞机猫和松鼠王等 每公斤的价格超过50元 也有人愿意买单 新传媒新闻记者 图建墙报道 昨天指定是国外区的 平均同青督